今天想跟大家講講一個話題 就是有一個美國的前外交官 就對美國警告 說華盛頓正在打場注定會輸的比賽 最近中美的關係好像略見和換 美國的貿易代表戴琪 和美國的財長耶倫先後 唐中國的副總理劉鶴進行了電話會議 每次都談了50分鐘 談得時間比較長 出來後來會後的 雙方的公佈也沒什麼吵架 似乎氣氛都不錯 在這個中美的對話當中 美國似乎採取比較多的主動 拜登想做什麼呢? 他上任之初 搞得冰冰棒棒 又說重新加入國際組織 又重新聯絡他的盟友 又拉攏這個國家那個國家 又要去制裁中國等等 好像搞得很厲害那樣 要將中國置諸死地 但是現在搞著搞著突然又恢復對話 究竟他們怎麼想呢? 這個局面就令我想起 5月9日美國前資深外交官 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文 他曾經說過 在國際仗棋比賽當中 美國是一個很容易識破的對手 因為他除了激進的開局之外 沒有其他計劃的 我當時看上來都覺得 什麼這麼誇張? 美國真的這樣嗎? 但是看回拜登上任之後 頭幾個月做的事 特別他的對華政策 似乎是一步一步跌入了 傅立文講的框架裡面 那我就找回傅立文 之前在澳洲亞太事務所研究網站 東亞論壇發表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題目就是 華盛頓正在打一場 注定會輸的對華比賽 傅立文就說 美國應在全球性問題上 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如果選擇與中國繼續對抗的話 只會於國際上失度寡助 注定會輸 在繼續講傅立文的觀點之前 都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人 其實他大有來頭 他現在是美國布朗大學 動心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的訪問學者 他曾經是前美國總統尼克遜的 中文翻譯 1972年那場好戲劇性的 尼克遜訪華的旅程當中 傅立文就是做尼克遜的翻譯了 所以他見過周恩來 見過毛澤東 對中國的事情有相當的了解 他之後就做過美國國務院 主管中國事務的官員 又擔任過美國駐華公司 以及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 助理國防部長 之後就退休 他在上述的文章裡面 一開始就說了 特朗普政府持期對華發動的貿易戰 根本稱不想戰略 只是因為對中國 超越美國的潛力感到威脅 就試圖通過不斷升級的極限施壓 希望這樣來削弱 壓制中國 就是他所說的 在國際仗棋裡面的一個很激進很華麗的開局 但是特朗普這場中美貿易戰 結果就打出一盤難棋 所以他發動的貿易戰 最後沒有讓美國取勝 並不是好像特朗普自己經常宣稱 美國贏了 其實是美國的老百姓付了代價 深受其害 庫立文就援引數據說 美國在貿易戰裡面 第一 失去了市場 美國的農民失去了價值240億美元的大部分中國的市場 第二 失去了就業機會 由於加關稅的影響 美國公司的利潤降低了 就要削弱員工的工資和工作崗位 推遲加薪 據估計 因為貿易戰的影響 美國損失了24.5萬個就業崗位 第三 增加通脹 美國公司不能夠完全吸收入口中國貨 帶來的關稅影響 就會加回產品的價格 美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多花1277美金來買消費品 就是要買中國的消費品 即是說加了關稅 不等於不買 最後由美國的消費者找數 福樂文就引述數據 預計去到2025年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 美國將會損失32萬個工作崗位 美國的GDP也會比預期低1.6萬億美元 另一方面 看回中國 並沒有被美國的貿易戰打死 中國正穩步向前 在2020年中國貿易的總額大幅上升 貿易順差達到5,350億美元再創新高 另外 由於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戰 中國就降低自己的貿易壁壘 和美國以外的國家達成很多自由貿易協議 美國用貿易戰去解決問題 而中國就是透過降低貿易壁壘 做多些貿易去解決問題 提升了自己在局際貿易上的地位 福樂文分析 中國給美國帶來的挑戰 主要其實是技術上 而不是軍事上 是經濟上 甚至不是政治上 美國不斷地聽藏 美國自己軍方所謂應對挑戰 應對中國軍事威脅的風言風語 增加國防預算 中國就變成為美國冷戰後 提高國防預算的最佳理由 或者是最笨的理由 福樂文說 現實是 美國的飛機和戰艦 總是在中國的邊界 在南海等地周圍活動 中國的飛機和戰艦 就從沒有去過美國的海岸外巡邏 沒有去到那些地方的所謂自由航行 中國周圍很多國家都設了美國的美軍基地 但是美國附近就沒有解放軍的基地 聽福樂文這樣說 你覺得真的也是 挺諷刺 為何我們平時沒有想到這些觀點 為何美國經常在中國的周邊水域自由航行 中國不去美國旁邊自由航行 如果美國繼續選擇和中國對抗 福樂文認為只會發現自己越來越孤立 如果美國對華政策 被定義為一種道德努力的話 其實大多數其他國家會選擇遠離 而不會吸引進去 不會一起去制裁中國 福樂文說 世界各國最想的是獲得多邊支持來應對自己的挑戰 而不是參加美國的單邊對抗 各國希望在自己主權最大化的前提下 又容納到中國 而不是令中國變成自己的敵人 聽完福樂文這樣說 計一計拜登上台之後做了一件事 他四處拉攏盟友對抗中國 感覺上搞來搞去 在大一點的國家當中 只是有澳洲比較積極 印度和日本一度都搞到比較反華 但是近來又沉寂了下去 日本既有疫情又要搞奧運 印度就被疫情大大地干擾 都沒有空一起參加美國的反華大合唱 富樂文就認為 除了對抗無益之外 中國有很多方面其實是有合作的空間 有合作的必然性 首先美國國內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 沒有中國的投資 沒有中國的供應鏈 很多問題其實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而在國際上 如果兩國不合作去改革全球治理 不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 例如環境惡化 例如氣候變化 例如流行病 例如核武器擴散 金融不穩定的話 其實全球的情況會很差 兩國應該為解決這些問題 制定一個共同的標準 富樂文就建議 美國應該和中國合作 緩和從美元霸權 向多邊貨幣秩序的過渡 以保持美國的影響力 而不是為了確保美元霸權 去全面打壓中國 另外也不應該抵制中國一帶一路窗議 而且應該是抄家進去 從中發現機遇 看看可不可以互聯互通 從中受益 也都應該抗展領事關係 恢復交流 推動美國自己有關中國的研究 從而增進對中國的了解 美國的對華政策 應該成為美國新的更廣泛的 亞洲戰略的一部分 而不是借對抗中國 來決定這些政策 文章最後 庫立文建議 為了與中國競爭中保持優勢 美國必須提升競爭力 建設一個 治理更好教育更好 更平等更開放更創新更健康更自由的社會 所以他認為對抗不是通去美好願景的方式合作才是 固然 庫立文也是一個潛台詞 其實美國很多方面是搞得不好 治理得不好 不關中國的事 聽起來 庫立文這種建議很有道理 他也是前美國的高級官員 對中國也很了解 但是為什麼他這些觀點 不能在美國大行其道呢? 我覺得主要有一個問題 選舉 美國總統從來都看著選舉的利益 看著選民的支持 雖然拜登沒有這麼快要面對選舉 但是他上台之後 做很多對華強硬的姿態 其實都是想討好選民 美國有一半的人是特朗普的信徒 極之反華 支持另一半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也都變得相當反華 所以 拜登不敢不反華 就算他明知道 反華其實就是 一條死路 但是都想這麼粗去走 希望走出一個 新的空間 所以 由於有選舉的因素 美國就特別喜歡跟中國的對抗 所以 美國現在 就走著 傅立民說的 捉國際象棋的 一個好像 併併併併的開局 但是一路捉下去 有少少不咸不淡 不知道怎樣應對中國 變成好像又打又談 形成不到一種很清晰的策略